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法医勤鸣》系列 玩偶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三案 太敌凶杀 我一进办公室门 就看到陈诗宇正在看一张CT片 还是不行啊 这都过了好几天了 看来陈诗宇劝说刘欣欣的工作 还是一筹莫展 你帮我看看 我对照着这本医学影像学 可是还是看不懂CT啊 我心想 这姑娘还真好学 这就看起医学专业书来了 没有基础医学解剖的知识 当然是看不懂CT片了 我拿着几张刘欣欣的头颅CT 对着走廊里边的日光灯 仔细地看着 怎么样 我把CT片递给她 刘欣欣的鼻鼓粉碎性骨折 可以构成轻伤二级 根据软组织损伤情况 可以判断是刚刚形成的损伤 它的右眼眶内侧臂和下侧臂鼓折 可以构成轻伤二级 这处损伤骨架形成是陈旧性的 这就是一个头颅CT看出来的 如果要照一个全身CT啊 说不定能发现更多的损伤 就这两处轻伤了 差不多能判个一两年了吧 可是对于成伤机制 法医不能下确定结论啊 如果当事人一口咬定是摔伤 或者是碰撞形成的 那我们也没办法嘛 他想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家庭吗 又没有孩子作为羁绊 这样不就是个恶魔 他的家庭是家庭吗 陈诗语难难自语 不过他让我帮他看片子 估计是心里面已经动摇了 想确认一下 是否能够追究赵达的刑事责任 我以前遇过一行命案 男人杀了女人 但是女人的父母认为 女人遭到了家暴 曾多次报警 警察却不作为 检察院也因此 对辖区派出所的民警 进行了调查 调查以后发现 女子确实多次报警 但是每次正当派出所 要给予处罚的时候 女子又改变了主意 甚至威胁警察 如果惩罚她丈夫 她就自杀 多次报警当中 有两次是男子报警 最后还是一样 不允许警察处理 每次报警的警情 和处置过程 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辖区民警 也是为他们两口子的事情 焦头懒额 可是苦于 依法依规 无法对这二人进行处理 二人每次 也不过是用报警 来吓唬对方 而对于警察取证 则完全不予配合 最后谁也没想到 会酿成苦果 而网络于情 则是对警察口诛笔伐 陈诗语 低头不语 当然 我呢不是为了警察的形象 而说这件事情的 全国两百多万警察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即便是被误会 被扭曲 被污蔑 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颗本心 我之所以支持你 是不想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放心 我相信刘欣欣的心里面 已经被我说服了 我再努努力 她就会醒悟了 陈诗语说道 此时 韩亮和林涛 同时走进了办公室 问谁醒悟啊 少管啊 你妹没兴趣 陈诗语回到了 自己的办公桌前 把CT片和课本收好 林涛问道 哎 你不说怎么知道 我没兴趣啊 话音刚落 桌上的只是电话 响了起来 把林涛的追问 按下了暂停 消停了几天的我们 终于又接到了任务 龙攀市某公寓楼中 2303号房 一个私企年轻女高管 在家中死亡 疑似命案 听到疑似命案 这几个字 我们就稍微放下了点心 毕竟这么多年中 我们初刊的疑似命案 很多 但是最终被确定为 命案的很少 除了多年前的死亡骑士 这类高度伪装的案件之外 疑似命案 大多是存在疑点的 非正常死亡 毕竟现在命案少 高度伪装的命案 就更少了 现场距离我们的单位 不到10公里 驾车半个小时就赶到了 这是一个比较高档 面积也比较大的公寓小区 40年产权的公寓 卖出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普通民宅 这里不敢说是富人区 但妥妥的都是一些未婚的青年才俊 购置的婚前居所 一看是这么高档的小区 我们本身就没拎起来的心 更是放下了 这种小区 通常监控设备是很齐全的吧 我见几天未见的韩法医迎了过来 笑着问道 韩法医说 嗯 我到这看了一下 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但是小区门口 单元的门口 都有监控 本来电梯里边也是有监控的 不过 现场两部电梯中 一部的监控 坏了半个月了 啊 坏了 总不能是犯罪分子提前干的吧 不会 电梯里边监控坏了 修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问了 小区里边 有十几个单元的电梯的监控都坏了 受疫情影响 暂时还没修呢 什么疫情影响啊 我看啊 这就是物业栏 林涛说道 不管怎么说 单元门和其中一部的电梯 都有监控 这是一个单元 三十二楼 每层两户 也就是六十四户人家 而且大多数都是独居的 我觉得监控 就可以给我们搞清事实了 他们在物业调取监控呢 子燕 你要不要看一看 韩法医说道 程子燕点点头 背着他的双肩包 向物业走去 我说道 看起来啊 大概率是查死因了 死因能查出来 问题差不多就迎人而解 这种环境的小区里边 谁来做案呢 总之呢 咱也不能轻视 案件本身 还是挺有疑点的 什么疑点 比如呢 我们一行人 一边和韩法医 一起坐上电梯上楼 一边问道 现场 有一人一狗 都死了 我心中一灵 这种看起来 有一点的 非正常死亡 大多是猝死 但是如果一人一狗 都一起死了 那么用人和狗 都是猝死来解释 实在是有点 一笑大方 我说道 这杀人也不需要杀狗吧 会不会是 一氧化碳中毒什么的呀 现场厨房都没启用 燃气都没开通 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的 没有什么能够产生 毒气的东西啊 而且现场 人和狗都没有呕毒 看起来并不是 中毒死亡 那确实是 有点蹊跷了 我不自觉地 皱起了眉头 韩法医说道 那个 我先来介绍一下 案情吧 死者 名叫穆小苗 差几个月 三十周岁 单身 老家是山东的 大学毕业之后 他在龙攀市 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因为为人聪明伶俐 做事雷厉风行 业绩非常的突出 很快就获得了 升职 目前是这家 上市公司的 市场部总监 据说 这个人是 一心只为工作 对男女情感 之类的事情 毫无兴趣 每天除了在家睡觉 就是在公司上班 可以说 是这家公司的 劳动模范 虽然性格比较开朗 但是他每天接触的 都是生意上的 合作伙伴和同事 其他的社会关系 也比较简单 因此 现在侦察部门 主要在通过 他生意上的方向 来调查 今天早晨九点 公司老板发现 慕小苗 没来公司打卡上班 也没请假 就心存怀疑 不过 他一直都是 兢兢业业 准时上下班 偶尔迟到一下 也无可厚非 如果电话去问 那就显得 有些不近人情了 所以老板 也没再多问 直到中午的时候 老板发现 慕小苗 还是没来上班 于是拨打了他的电话 不过 一直处于 无人接听的状态 老总有些不放心 安排两名员工 到慕小苗的家中 来探视 两名员工 到达慕小苗家的时候 发现 他们家的大门 是虚掩着的 顿时 就有股不祥之感 油然而生 于是 他们赶紧 推门进入 发现 慕小苗 正躺在沙发 和茶几中间的缝隙里 同事一见 就知道大事不好 连忙拨打120 并且 对慕小苗 进行了抢救 其实 后来120 到了之后 就知道 所谓的抢救 毫无意义 因为 尸体的尸僵 已经形成了 惊慌失措的同事们 这个时候 才想起拨打 110报警 电梯间被围上了警戒带 原本就不太宽敞的 电梯间里 此时 站满了各个警种的警察 摆放着各种勘察器械 十分的拥挤 现场内铺着一条 有勘察踏板搭建的小路 其他位置的地面 都贴上了薄膜 这是在用摩吸附法 提取现场的足迹 对于一个封闭的室内现场 摩吸附法 提取足迹的效果 非常好 它是利用静电吸附的原理 将地面上的浮灰 都吸在一整张 可以通电的薄膜上 这就等于是把整个地面的灰尘足迹 给复制了一遍 公寓不大 大约四十个平方 一室一厅 再加上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 站在门口 基本就可以把公寓内的情况 看得比较清楚了 现场非常整洁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 房主的主人 爱干净 屋子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 二 现场没有被人为翻乱 看起来不像是尾随入室 抢劫杀人 好了 现场地面摩吸附已经完成了 林涛和几名技术人员 把一张薄膜拿到了屋外 说道 你们可以穿着鞋套进入现场了 我点点头 穿戴整齐 走到门边 对着门的边框 看了看 市局的年轻狠简员苏林说道 现场这个门呢 我们仔细看了 门是很好的门 密码锁 用密码指纹 还有钥匙都可以开启 其他方式 比如翘亚 技术开锁什么的 基本上都没有希望能打开 而整个门的结构也是正常的 没有破坏 或者企图破坏的痕迹 现场上23楼 也不可能是从窗户进入 所以我们分析 如果有凶手 那凶手应该是和平进入现场的 林涛说道 对于死者的社会关系呢 要仔细调查 所有的熟人 尤其是可能获取密码 钥匙的人 要逐个排查 还有 请门锁的厂家过来看一看 这里边储存了几个指纹口里 已经在座了 我和大宝进入了现场 你们要把薄膜 带回视觉的实验室里面看足迹吧 你们先忙了 我们进去看尸体了 我在整个公寓里面走了一圈 也算是环视一圈 论整洁程度 这里绝对优于绝大多数的人家里 更谈不上像什么凶杀现场 只是一只小泰迪侧卧在厨房的门口 看不到有呼吸 当然 这毕竟是狗 这么多人进入现场 它一动不动 肯定不是睡着了 陈诗雨也看到了狗 它走过去 戴着手套捏了捏它的头 舌头都伸出来了 估计是窒息 我一脸的黑线 所有的狗 死了都会大概率伸舌头 因为它的嘴长 肌肉一松弛 舌头可能就从体位掉出来 这和窒息有什么关系啊 那它怎么死的呀 凶手难得这么变态 连狗也杀呀 或者 不会是死着虐狗吧 说不定是嫌弃狗会乱叫呢 不过这样看起来 没有刀伤 头颅也没碎 这不像是暴力致死的样子 陈诗雨抬眼看着我 你要不要把它带回去一起尸检啊 我又一脸黑线 这个没必要吧 现在人的死验还没搞清楚呢 超级检查狗干什么呀 他也是专用线索好不好 哎 老仙老仙 你看 死者口准有伤 大宝在客厅沙发边检查尸体 此时他说道 这个发现太好了 如果死者身上有解释不清的损伤 那么这个疑似命案的疑似 可能就得去掉了 我不再和陈诗雨纠结 要不要对狗尸体进行尸检 连忙来到大宝身边 打量着尸体 死者木小苗 面容娇好 身段优美 身高在168厘米左右 此时呈左侧卧位 躺在沙发和茶几的缝隙之间 一头短发 已经被大宝撩在了右侧耳后 他穿着很整齐的职业装 明显不是睡眠的衣着状态 我尝试着将死者的衣服打开 检查他的尸表状态 但是费了大半天进 也不知道这衣服究竟该怎么脱 这是连体裤 裤则衣服连在一起的 陈诗雨走到我的面前 对我说道 啊 那多费劲啊 这上厕所还得把上衣也脱了呀 大宝有些难以置信 是啊 麻烦了点 陈诗雨附和道 等一下再看其他部位吧 衣服这么复杂 穿得又这么整齐 至少可以排出性期的可能性 你说的伤在哪儿啊 大宝用止血前 夹住死者的下唇翻了过来 下唇粘膜破损是牙齿所致 但是唇外皮肤完好无存 唇粘膜的损伤 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一是咬合伤 因为上下齿裂同时咬住下唇 会导致唇粘膜破裂 但同时唇外皮肤也会因为咬合作用而留下损伤 二是磕碰伤 这样的损伤同理 也会在唇外皮肤上留下磕碰而形成的皮下出血或擦伤 三是捂压伤 捂压的物体如果是表面柔软的物体 这样就不会在唇外皮肤上留下损伤 但由于被五鸦的时候窒息的发生 上下齿裂抵抗性运动或者五鸦的动作力较大 而受害者上下齿裂又正好打开 那么就只会在唇内粘膜形成损伤 我疑惑地问道 你是说五鸦口部形成的 不白熟啊 可是这个人的窒息真相也太轻微了吧 我拿起死者已经形成尸僵的双手 看了看指甲 死者的口唇部轻子迹象都不是非常严重 更不用说面部了 他的食指甲也仅仅在甲床的位置略有轻子 看上去窒息发生的并不严重 而五鸦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通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窒息争相 我用止血钱扩展开死者的鼻腔 看了看 说道 五鸦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 前提是口和鼻都要压住 可是死者的鼻尖部完好无损 似乎没有说到外力的样子 此时大宝已经费劲地脱下了死者的衣服 那就奇怪了呀 死者身上除了口唇部的损伤 其他位置就没有什么损伤了 如果排除五鸦口鼻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怎么看起来都没有其他位置导致的原因了 那总不能真是猝死吧 猝死也会导致尸体出现窒息症相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我沉思着 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可能性 这具尸体如果不解剖 那肯定是找不到死因了 想到这里 我侧脸看了看 发现茶几上有一台打开着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我顺手晃动了一下鼠标 屏幕亮了 没有密码 点开界面 发现电脑里正打开着一个云文档 文档是该公司的一个季度报表 死者出事前应该正在修订 批注这个文档 文档上密密麻麻的 有很多种颜色的修订痕迹 其中红色的修订痕迹署名是 安妮MU 看来这个安妮就是死者的英文名 而这个就是死者的账号修订痕迹了 我滑动鼠标滚轮 大致浏览了一下 死者应该正好看到了这篇文档的中间部分 最后一个修订痕迹 是在昨天晚上八点零五分留下的 我台湾看了看手表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整 又试了试尸体的尸僵 不使上大股劲都破坏不了 我喃喃自语 尸体死后十五到十七个小时尸僵最强 昨晚八点到现在 是十五个小时 差不多 哎 说什么呢 大宝疑惑的文档 死亡时间应该差不多是昨天晚上八点多 电脑上的痕迹和尸体的真相是吻合的 在修订文档的时候 突然死亡 要不要查一下这个文档的内容 电脑交给我吧 我带去给市局电子物证的同事看一看 陈诗宇现在在自学电子物证 准备学成以后 考一个电子物证的鉴定人资格 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个勘察小组 再添一对翅膀 好的 我合上电脑 把尸体旁边的一台手机 一起放到了陈诗宇 撑开的物证袋里 手机也看看 有没有来电什么的 OK 陈诗宇合起了物证袋 别忘了 给稿也做一个尸检 说完陈诗宇匆匆地走了 哎 要给狗做尸检吗 大抱一脸的疑惑 我苦笑一声 不着急 先把尸体带回殡仪馆 解剖了再说 至于狗 想要解剖在哪里不能做 龙潘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 尸体已经被除去医务 躺在解剖台上 因为之前他是处于侧卧位的姿态 而且尸僵已经形成到了最硬的阶段 所以此时平躺在解剖台上 姿势有些奇怪 我已经把尸体的头发剔除干净 再一次从上至下 对尸体进行了全面检验 依旧除了口唇处的那一处新鲜损伤之外 没有发现任何的损伤 死者生前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 甚至连一处陈旧性的疤痕都没找到 我说道 幸亏这名死者的身份是很清楚的 不然真的通过尸体来寻找师员 那真的很难 毫无特征的体表 一点疤痕都没有 大宝说道 死者会阴部无损伤 除女魔陈旧性破裂 确定没有性筋迹象 口腔 乳头 阴道 肛门擦拭物 以及食指指甲都已经提取完毕 进一步检验排除 我点了点头 用注射器从死者的第四第五类尖刺入 抽取了一管心血 让韩亮立刻送往市局的理化实验室 进行常规的毒物排除 虽然现场没有能够产生有毒气体的设备 也没有呕吐 但是中毒还是要首先排除的 毕竟现场死亡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还有一条狗 我深吸了一口气 攥紧手术刀 联合切开了死者的胸腹腔 一番操作以后 我打开了死者的胸骨 露出了胸腔内部的组织器官 在一边正在开炉的韩法一说道 死者的肺还是淡红色的 二十九岁的年纪 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啊 现场有空气净化器 这个人本身就非常注重保养 我估计啊 单位也是有空气净化器 平时两点一线不出去乱跑 所以吸入的空气污染就少了 胸腔似乎没问题 大宝翻动着死者的胸腔脏器 说道 胸腔无出血 肺无粘连 形态正常 位置正常 腹腔也这样 没有出血和损伤 位置也都正常 不不不 别着急 我盯着死者的纵格 说道 怎么感觉他的纵格这么小呢 啊 这还有大小之分啊 我没理大宝 用剪刀 人字形打开心包 露出死者的心脏 这可是一枚绣针心脏 只有半个拳头大小 但是心脏表面没有出血 也没有损伤痕迹 这个人的心脏怎么这么小啊 我用止血前指向死者的心脏 正常人的心脏 应该有他拳头大小 这个小多了吧 大宝点点头 是啊 心脏有毛病的 一般都是心室肥厚 或者有脂肪心什么的 都是心脏很大 这个正好相反啊 我没有说话 沿着心脏 检查了周围的血管 右下肺动慢干 明显变细 肺门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小心脏综合征啊 小 小心 大宝似乎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他翻着白眼 努力在脑海中 海量的医学名词之中 搜寻着这个毛病 韩法医忍俊不禁 别讲了 我告诉你 小心脏综合征 SHS 又称 神经性循环无力症 直立性调节障碍症 是比较少见的心脏异常 是在儿童发育过程中 心脏体积相对较小 心血量相对不足 轻微活动以后 即因心血量相对不足 而产生头晕 心前趋疼痛 呼吸急促 易疲劳 乏力等临床表现的 一组综合征 多见于儿童和青年人 发病率低 无性别差异 本综合征 无需特殊治疗 一般愈后良好 开炉结束了 死者头颅 无任何损伤 这女团组合SHE 这我倒记得 这SHS真不记得 可是这种疾病 能导致猝死吗 不是说不需要治疗 也能愈后良好吗 我说道 SHS 由于心脏发育不完全 导致心脏偏小 收缩力不强 引起心输血量不足 肺换器功能不足 动静脉血氧差增大 组织相对缺氧 影响正常新陈代谢 这是这个疾病的病理基础 本来是不至于猝死 但是 如果它受到了 什么能够窒息的外力 本身就相对缺氧的 组织器官就更加缺氧 那么 在还没有出现 严重窒息增降的时候 就会导致其死亡 大宝若有所悟的点头 我补充道 这种疾病的患者 轻微活动以后 会出现心悸 气促 胸痛 心律湿齐 眩晕 眼前发黑 耳鸣 头痛等 休息或平卧时 无特殊症状 站立有深 突然起立的时候 可能诱发症状产生 常伴有失眠 已激动 自制力减退 等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 茶体 有脉率加快 血压降低 皮肤苍白 出汗等表现 这可能就是死者 不喜欢到处乱跑 而喜欢宅在家 和单位的原因 那你说 他是真被人侵害 然后 疾病发作而亡的吗 这个我可没说 具体的案件 经过推论 是需要结合现场 视频监控 等等一系列线 所综合得出的 好在现场条件比较好 又有那么多的监控 不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对于法医来讲 如果在我们确定了 死者可以排除 其他死因之后 外力导致机械性窒息 联合小心脏综合症 并发 而导致死亡的死因 是可以出局的 韩法医说道 那现在 只要排除中毒的可能性 就排除其他死因了 我们来看一看 死亡时间吧 其实呢 死亡时间已经很清楚 准确地说 我们用胃内容物的情况 再来印证一下 好的 死者昨天中午12点整 在公司吃了午饭 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肉末茄子和鸡尾家套餐 这个呢 我已经让侦察员调查清楚了 至于晚上 他一般也在公司吃 但是由于近期疫情影响 公司食堂不开门 他怎么吃饭 侦察还不清楚 估计是外卖 我一边说 一边打开死者的胃 看来还真不一定 对于这个很自律的女人 晚上不吃饭也是有可能的 死者的胃 完全是空虚的 我们捋出了死者的小肠 在解剖台上 按50厘米一段的长度 蛇行排好 然后用剪刀剪开 查看肠内容物的情况 死者肠内容物 迁移到了距离 是二指肠三米的位置 未排空需要六个小时 然后按照十米 每个小时 在小肠内前进一米的速度来判断 死者是在末次进餐之后 九个小时死亡的 说完 我又在死者的肠内容物里边 挑出了一些石米 放在托盘上 用流水清洗一下 西红柿的皮 肉末 茄子皮 不会做的 看来他末次进餐 就是中午那顿 晚上并没有进食 而且也进一步印证了 他的死亡时间 就是晚上八九点钟 那晚饭不吃得多饿呀 我早上吃了那么多 现在就饿了 大宝说道 我抬头看了一下 解剖室里边的挂钟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 我笑了笑 走 我们去市局食堂吃饭 休息一下 正好呢 也等一等理化检验的结果 然后再去参加今天下午五点的专案组碰头会 在我们赶去专案组的时候 韩亮打来了电话 说理化检验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排除了常见的气体中毒 也排除了常见的药物中毒 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少见的药物中毒 或者是食物中毒 还得进一步检验 我知道这个结果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死者的胃内容物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死亡前别说吃饭了 就连喝水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食物中毒呢 既然中毒的可能性被排除 那么我们的小心脏综合争执说 自然就是可以解释死者死亡的唯一死因了 我抖走精神 进了专案组里 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些急切 果然我还没坐稳董建局长就连忙问怎么样 是命案吗 对于咱们这个一年不超过二十起命案的省会城市来说 这一周之内就连发两起命案 即便是破获快速 董局长肩膀上的担子也是会很重的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我说道 是不是命案 这不是法医来说的 虽然死者有基础疾病 但是外力侵害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什么 有外力侵害 董建问道 我点了点头 也不管侦察员们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把死者尸件情况 以及小心脏综合症的发病症状和致死原因都解释了一遍 我说道 死者的内脏器官和尸表状况是一致的 窒息正向有 但是很轻微 但是既然是有 而且口唇黏膜有伤 那么我觉得他自己形成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还是要排除一下进入他们家的人 董局长忧心忡忡 现在就是排除不清楚啊 啊 又有足迹 又有牵控 怎么会排除不清楚呢 我吓了一跳 连忙问 董局长只是摇头 没有回答我 我看向苏林 哎 林涛哪儿去了 苏林说道 今天下午 我和林科长在市局痕迹实验室里边 对现场地面吸附膜进行了研究 这个死者真是非常的爱干净 他们家地面上浮灰都很少 我说道 再少那也是有的呀 是有 可是现场是被死者的两个同事件发现的 120又进入了现场 所以对地面本来就很少的浮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找到了很多类似的鞋体花纹的区域 但是确定是鞋体花纹并且有比对价值的 目前证实全部都是死者同事和120的 啊 那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的了 大宝问道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即便是有其他人的 那足迹也被破坏了 不会啊 同事和120进入了中心现场 那其他位置呢 卧室什么的呢 卧室没有其他人进入过 只有死者自己的拖鞋 灰尘减层足迹 没有其他人的 那这足迹被破坏了 究竟是有人进入 还是没有人进入啊 大宝纠结这个问题 目前来看 虽然找不到明确的 除了死者 同事 120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足迹 但是现场地面上 我们吸附到了 不同于浮灰的其他印记 这看起来应该是水泥印 但看不清鞋底花纹 而死者 同事和120的人 鞋底我们都确认了 不可能带有这种水泥印记的 董局长低头醋眉 所以说 你们还是倾向于 有人进入的 苏林点头 所以林科长没有确切的答案 自己又重新回现场副刊去了 我说的 这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啊 即便有凶手 凶手也没有进入卧室 而钦材 通常都是要进入卧室的 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色 那他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说矛盾关系吗 查了一下午 几乎找不到有矛盾关系的人 董剑说道 不对啊 不是还有监控吗 我转脸看向了程紫燕 程紫燕无奈地摇了摇头 非常遗憾 虽然小区的每个单元门外都有监控 但是这个监控的位置安装得有问题 如果单元门不关闭 而是最大限度地打开的话 那么 单元门上员的一个锁扣 正好挡住了摄像头 处于这种情况的单元门摄像头 顶多只能看到有人影进入单元楼道 但是看不清是什么人 现场这栋的单元门 因为昨天早晨有人搬家 所以被打开 一直到死者同时进入的时候都没有关闭 所以根本看不清有多少人在案发时间 进入到了现场 大宝问道 啊 那会不会是搬家那户人搞的鬼啊 查了 不会 董局长用手指抚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 我问道 不是还有电梯里边的监控吗 总不能也被挡了吧 现场呢 是似乎两梯 一部电梯里边的监控坏了 另外一部电梯里边的监控呢 倒是正常 我们结合死者晚上八九点死亡的这个时间点 前后各延长了一个小时 逐一去固定 坐电梯上去的 有二十一个人 坐电梯 上去又久不下来的 有五个人 没看到上去 只看到下来的有六个人 这三十二个人 有四个是外卖员 其他都是小区业主 这些人都调查了 而且从监控上来看 这些人去的都不是二十三楼 大宝说道 所以 凶手应该是坐着另外一部电梯上去 并且 还是坐那部电梯下来的 那 会不会是了解现场情况的人员坐的呀 这个就没法调查了 还是得从熟人查起 毕竟是和平进入现场的 一个单身女性家 不认识的人 怎么会开门呢 我见每一种希望都被无情戳破 于是 想看救命稻草似的 看向陈诗语 陈诗语看见我在看他 说道 电子物证那边也不行 这样说吧 结合现场的手机和电脑 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这个死者沐小苗工作是真够忙的 据推算 他六点钟下班到家 就一直在接电话 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电话 而且通话的呢 都是他的同事和下属 每个电话都在十分钟以上 一直到晚上八点零六分 他播出了最后一个电话 是给他下属的 询问的就是他在文档上修改的内容 这个电话持续了五分钟以后 挂断 再有其他同事打电话过来 他就不接了 所有的电话都排查过 没有一点 我沉吟道 一边修改文件 一边打电话 直到出事 哦 还有 查了他的手机APP 微信里边有一个男人 断断续续地和他聊了两句 看起来呢 这个男人在追他 不过这个男人也排除了作案可能 还有 就是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他点了一份外卖 我跳了起来 外卖 不可能了 死者晚上没有吃东西 现场勘查的时候 也没见外卖的盒子 你决定 他的外卖接单了吗 订单完成了 子彦 你说的那个四个外卖员什么情况 我转头问程子彦 哦 这四个人呢 有三个人是上去就下来了 没有停留时间 还有一个呢 只能看见上去 但没看见下来 我分析 他坐的是那部监控坏的电梯下来的 因为这个人我不放心 还专门查了小区楼门口的监控 确定他送了外卖就走了 没有多少停留 哦 还有啊 这个外卖员是去25楼的 不是23楼 我说道 可以先上去 再从楼梯走下来啊 可是 这个外卖员抵他25楼的时间 是晚上8点21分 他离开小区的时间呢 是晚上8点30分 一共就9分钟 从电梯下来的过程 再加上中间停一停 说不准都要两分钟呢 骑车回到大门口 也得两分钟 中间这五分钟作案 来不及吧 我沉吟不语 董建说道 外卖员不大可能 外卖员的身份都很清楚 他们干坏事 要考虑后果 而且你也说了 现场不亲财 不性侵 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矛盾 而外卖员接单都是随机的 他们无法选择目标 正在此时 我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我见是林涛打来的 于是就打开了免提 林涛在电话那边 大喊着救命 陈诗宇 噔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我也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怎么了 这炸尸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 什么炸尸了 狗 那狗炸尸了 我顿时笑了起来 看来啊 现场的那只泰迪狗 其实并没有死亡 而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昏迷了 此时 狗醒了 这把林涛吓了一跳 毕竟狗不会睡觉 睡得那么死 更不会是在装死 在大家都认为他死了的时候 又活了过来 这不得不让林涛 这个怕鬼的人 吓得要死 而且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天色已黑 现场除了林涛 又没有其他的人 我实在是忍不住笑 于是带着笑意 安慰着他说别怕 我们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我沉引道 对啊 狗不会假死 那么狗为什么会突然活过来呢 陈诗语心有余悸 幸亏你没解剖他 不然这狗多惨啊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心想 你真当法医是傻呀 不确证死亡就解剖吗 法医在解剖人体的时候 一定要看尸体尸斑 尸僵出现以后 才会进行解剖 因为尸斑 尸僵是死亡的确证 狗也一样 没有证明死亡 我们哪里会动刀呢 不过 现场的时候 我们还真是忽略了 那条狗明明没有尸僵 可毕竟是动物 我们都没在意 现在想起来 这还真是一个巨大的食物 走进现场大门 我立刻笑得就直不起腰来了 林涛蜷缩在现场客厅的飘窗上 瑟瑟发抖 而那只可爱的小泰迪 则摇着尾巴 站在飘窗下一脸莫名其妙地盯着林涛 我因为笑得太厉害 半天才穿好鞋套 进入到了现场 我把小狗抱了起来 左看 右看 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陈诗语走过来 从我的手上接过小狗 逗了他一会儿 这么可爱的小狗都怕 你可真是够有出息的 林涛张红着脸 辩解道 狗 我哪里是怕狗啊 我是怕 是 是 是怕 我想象着林涛正在独自勘察现场 然后感觉到身后有异样 猛地回头 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炸尸狗的表情 还是忍不住满脸的笑意 笑什么笑啊 林涛从飘窗上挪了下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岔开了话题 现场还是有异样的 别着急 我走到卫生间 见墙角 放着宠物狗吃狗粮 喝水的小碗 于是拿了起来 放在了物证袋里 递给陈诗语 送去DNA室 给狗抽鞋检验 还有 这些狗粮都要检验 抓紧检验 我们在这里等着 还要带着狗啊 你们抽不行吗 我又不知道狗的经脉在哪啊 我耸了耸肩膀 问林涛 你说 刚才你一直在这儿 这狗喜欢叫吗 会不会是因为喜欢叫 影响了沐小苗工作 所以沐小苗给他下了药啊 不会 这狗追着我就闻 也不叫 是要傻狗 还有啊 整个家里面我都搜过了 值钱的东西都在 不过没有安眠药 准确地说是什么药也没有 沐小苗的身体 应该挺健康的 我点了点头 没找到就是最好的消息 你刚才说 现场是有异样的 异样在哪呢 林涛这才想起 要和我说线索 于是拉着我来到客厅 指了指地面的两处印记 你看 可以确定 这几处痕迹 是鞋底边缘因为有泥巴 才蹭到地板上的 所以 有进入过现场的人 包括死者的所有鞋子 我都看了 都没有这种黄泥巴 而死者的鞋这么干净 怎么可能留着两条泥巴印 而不打扫干净呢 我说道 对 可以肯定 有外人进入 还有啊 现场好像被打扫了一样 你看 客厅正中央这个区域 看起来很干净吧 我用足迹灯 给你打一下看一看 林涛蹲下身子 用足迹灯照亮了客厅中央 大约直径一米的 一个圆形范围之内 有一个明显的 拖把形成的印记 因为拖把上黏附的不仅仅是水 所以地面即便是拖过 依旧可以在足迹灯下 清晰地看到印记 我说道 不 不会是打扫现场 你见过哪个打扫现场的 只打扫这么小块呢 那 如果是死者自己拖地 那就没意义了 不 很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灵光一闪 死者家的垃圾桶呢 垃圾桶在哪儿 大宝文言四处寻找 现场不大 可是我们三个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垃圾桶在哪儿 大宝说道 死者家没有垃圾桶 不可能 难道是被带走了 我问林涛 你说死者家你都搜过了 厨房搜过了吗 他家厨房都不开火 我没搜 没意义 我赶紧快步来到厨房 挨个拉开厨柜 果真 在最下方的一角厨柜里 摆着一个垃圾桶 看到了吗 死者生前非常爱干净 甚至都不让垃圾桶 出现在自己的事件范围之内 而厨柜里 做了一个垃圾区 这不就是死者的垃圾桶吗 大宝问道 这垃圾桶有什么好看的呀 相当好看 此时 我已经是成竹在胸 于是说道 你看垃圾桶里 有外卖的餐盒 还有剩下很多的 蛋炒饭和菜 再结合你们现场的情况 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林涛若有所悟 但是大宝还是一脸的茫然 走 我们去找紫燕 一边看监控 一边等理化结果 我拉着林涛和大宝 坐上了返回砖案组的汽车 我问程紫燕 紫燕 你之前重点看的 是死者死亡时间附近的监控 对吗 程紫燕点点头 是啊 死者是八九点钟死亡的 所以我看的主要是 晚上七点到十点之间的录像 现在你把电梯里面的录像 调整到晚上六点一刻 开始看 我坐在大屏幕后面的椅子上 说道 程紫燕一边默念着时间 一边很快 调整到了这一时间点 开始快播 死者是六点钟点了外卖 按照道理 外卖应该在六点二十 到六点四十之间送到 重点看外卖员 好 六点二十二 这有一个外卖员 看他按的是几楼 二十三楼 程紫燕把画面定格 然后将电梯键部分放大 说道 此时他眼睛一亮 虽然他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但是 既然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意义所在 好 仔细看他在电梯里面的动作 程紫燕一针一针地播放着 电梯里面的画面 其实呢 乍一看 这就是一个普通外卖员 正常到再正常不过地去送外卖 可是这样一针一针地播放 我们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乘坐电梯这一分多钟里 外卖员两次 把手中的餐盒拎了起来 似乎是在用鼻子嗅了嗅 动作很轻 但是在此时我们的眼中充满了疑点 你是说是外卖员干的 可是董局长都说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而且是六点多钟的时候 既然死者只点了一次外卖 那么他八点多的时候没有点外卖 怎么会给外卖员开门呢 林涛说道 对啊 这不可能啊 你看 这个外卖员出了电梯 二十秒就回到了电梯里 程泽燕指着还在播放的视频 你要是说你死亡时间推断的不对 这点时间 他也没有时间作案啊 死亡时间不会错 而且死者八点多还在打电话呢 是啊 那这个外卖员再回来 也敲不开门啊 这其中的关键我还没有想明白 也不需要想明白 现在只需要等理化检验的结果出来 我们就可以给专案组反馈情况了 林涛说道 侦查人员已经根据死者APP里面的订单 对送货的外卖员进行了盯梢 如果我们确定就是这个外卖员作案的话 那就可以立刻下属抓捕了 可是 这证据够真吗 别着急 你们先把八点多钟那个去二十五楼的外卖员的影像 调出来对比一下 程紫燕点头英语 很快就提取出了两个男子的侧面影像 虽然戴着头盔看不清楚面目 但是从衣物和头盔的一些细节特征上 可以看出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人 既然是同一个人 在同一栋楼里面送外卖 这不算是异常情况啊 我见程紫燕满心一斗 于是把我的推论 从头到尾的给他解释了一遍 根据尸体检验和现场勘察结果 唯一可得出的结论就是 现场有外人进入 死者被外人捂压口部 引发了他的基础疾病而死亡 虽然监控不能确定这个外人是谁 但是现场的迹象都表明 这不是亲财性侵案件 但是并不能排除激情杀人的可能 毕竟凶手捂压口部的动作 并不是非常的严重 死者身上也没有严重的抵抗伤 既然是激情杀人 那就不能用 作案一定会用很长时间的思维 来看待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疑点 并不是作案动机 而是现场的狗 为什么会昏迷 之前大家都在疑问中毒 因为中毒才导致某个密闭空间内的 所有生物都昏迷 甚至死亡 可是死者体内确定排除了中毒 至此 大家认为它们并不是中毒 可是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人排除了中毒 就一定也要排除狗食中毒吗 这显然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疑点 就是死者明明点了外卖 可是胃内却是空虚的 现场复刊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客厅的一个局限性部位 有被打扫的痕迹 而隐藏的垃圾桶里 有剩下的外卖 综合上述一点 基本上就能够得出一个逻辑推论 穆小苗点了外卖 而外卖送到以后 穆小苗准备拿去 放在客厅茶几上时 不小心掉落在地上 既然掉落在地上 穆小苗就不会去吃 而在此时 狗会不顾一切的过来吃 等到狗吃完 穆小苗会把客厅打扫一遍 然后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 因为外卖里边有油 所以给我们留下了线索 既然外卖员送到他家的时候 二十秒就离开 肯定不会是因为外卖掉在地上 而引发的争执杀人 但是如果这狗真的是中毒的 那么这就不是单纯的 见色起义之类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杀人过程 因为外卖本身不是给狗吃的 而是给人吃的 大宝问道 你刚才说是激情杀人 怎么这会儿变成有预谋的了 预谋呢肯定是有预谋的 但是激情呢也确实是激情 我故作神秘 三个小时以后看理化结果 然后要通过审讯才能知道详情 等待的时间总是很缓慢 这三个小时 我们像是等了整整一夜 在大宝的憨声中 我们接到了市局理化实验室的电话 确定狗的血液内外卖餐盒 以及残余食物中 剪出了艾斯错轮 这是一种安眠镇静类的药物 而狗的饭盆则是正常的 这个结论也证实了我的推论 在接到通知以后 侦察员立刻对外卖员戴强强 采取了强制措施 通宵审讯后 在第二天一早获得了突破 根据戴强强交代 他经常会给这片公寓楼送外卖 一周前 他接到了这个小区 2303号房的外卖订单 来送外卖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漂亮的女白领 家中甚是整洁 一定有不少值钱的东西 当时 穆小苗正在忙着接电话 接过外卖以后 对戴强强说 让她帮忙关门 然后自己坐到沙发上 继续打电话 因为事发突然 戴强强倒没什么非分之想 此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非常巧合的是 事发当天晚上六点多钟 戴强强又接到了这栋楼 2303的外卖订单 以戴强强的说法 这是上天给她的一个 发一笔小财的机会 她一定不能错过 因为戴强强长期失眠 又恰好当天去医院 开了几片艾斯错轮 放在了电动车里 于是在她送外卖之前 就把食物里 掺进了这个安眠药 以她的想法 是让穆小苗吃完以后 尽快入睡 这样她就可以四季 到家里面去偷盗 六点半 她将外卖送到穆小苗家的时候 穆小苗果然 还是在不停地打着电话 也和上次一样 对她说帮忙把门鬼关上 而这一次 戴强强有了准备 她故意将大门 砰地关了一下 发出了声音 实则是将大门虚眼 没有完全关上 出了小区以后 戴强强又等了两个小时 然后壮着胆子 拎着一个塑料袋 冒充送外卖 再次回到了现场 她心想 虽然小区里边有监控 但自己戴着头盔 看不到脸 而且 自己坐电梯到25楼 下两层 偷完之后 再走下楼 警方一定不会注意到的 毕竟 每天晚上那么多外卖员 都会在这个单身公寓的小区里 川流不息 戴强强下了两层楼 来到穆小苗家门口 发现门果然还是虚掩着的 而且屋内似乎也没什么动静 她心中大喜 于是推门而入 可是 她万万没想到 在推门进入的那一刻 穆小苗正坐在沙发上 皱着眉头写着什么 这可就不科学了 艾斯错伦 对自己的效果非常好 再怎么精神 吃了那五片药 也会困意上头 立即入睡 这都两个小时了 为什么这个女人还这么精神呢 听到有人推门 穆小苗莫名地看向了她 戴强强本想再编造一个走错了的理由 就此退出 可是 穆小苗是何等精明啊 她不仅一眼就认出了戴强强 而且还很清楚地意识到 戴强强刚才来送外卖的时候 没有关门 随着一声呵斥 戴强强的退路 被完全堵死 以戴强强的说法 她当时唯一的想法 就是把穆小苗的嘴巴捂住 按在沙发上 让她冷静下来 毕竟她冷静下来了 才好谈条件 即便是赔点钱也是可以的 这总好过要被抓去坐牢 可是 这个穆小苗明显是误会了戴强强的意图 拼死反抗着 就这样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穆小苗就不动了 戴强强这才意识到 自己杀了人 杀了人的戴强强 此时已经是魂飞魄散 哪里还有心情去家里边翻照财物呢 她屁滚尿流地逃离现场 也不管电梯里边有没有监控 坐了另外一部电梯 就下了楼 飞也是地逃离了现场 后来 戴强强也冷静下来 她想来想去 自己只是一个外卖员 而且 自己在现场停留的时间 不超过三分钟 警察不会怀疑到她 可是她没想到 警方还是真够神通广大的 不仅在一天之内就把她抓获 而且连她去医院开药的记录 都已经掉取在手 她再想怎么抵赖 也抵不掉了 不仅如此 警方还是按照戴强强的交代 在她实施 五压口鼻的沙发母步 提取到了她的指纹 证实了她的犯罪过程 而程子彦为了保证证据链的完整 还花了一天一夜时间 对整个小区能够产生效应的监控 进行一次梳理 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程子彦坐在车上说道 太可怕了 以后我在家再不敢点外卖了 第二天晚上 我们整理完案件的证据资料以后 坐上韩亮的车 让她送我们回家 我说道 这个和外卖不外卖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什么 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时刻存在警惕性和防范意识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别一个人在家不就好了吗 找个男朋友吗 林涛一边看报纸一边说道 程子彦的小脸刷了一下就红了 连我都看得出来 她搅着双手 微微低着头 都不敢抬头看林涛的方向 这可真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的 可是林涛那个家伙 似乎是全然不觉 依旧在看着她的报纸 我为了缓解尴尬气氛 说道 只要有充足的警惕性 别让别人帮忙关门 就不至于给别人可乘之机 因为工作忙忽略了必要的警惕心 这才酿成了大祸 是啊 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首先呢得保护个人隐私 无论是外卖还是快递 丢弃纸箱和外包装的时候 得把上边的个人信息啊 都给剔除掉 防人之心 不可无 林涛说道 说话间 我们的车子经过了一栋大厦 韩亮指着车外的窗户说道 你们看 穆小苗的公司 就在这栋大厦里边 都这么晚了 这写在楼里还是灯火通明的 哎 死了一个穆小苗 公司还是会照常继续运作 他的工作总有人接手 有人接着加班 你们看 这楼里边 还有多少穆小苗在加班加点呢 还有多少穆小苗 正在用青春拨明天呢 你别说那么吓人行吗 就是 同是天涯干犯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我说道 说得也是 身体健康啊 高于一切 尤其是努力工作的加班族 真的要时刻来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比如 死者这种小心脏综合症 即便不是遭受外界暴力 过度劳累 工作压力大 也是可能会诱发突然发作的 防止过劳死 应该警钟长鸣 每个加班族的心理都应该有数 没了身体 那就等于没了明天 说起大道理 大家都是懂的 但是 这个穆小苗这么勤恳 可能就是为了获得 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自由吧 陈诗雨盯着前方 自言自语 那她是不是也是因为辞去了工作 没有经济收入 所以才不敢离婚呢 话音刚落 陈诗雨的手机 又响起了微信提示音 她低头看了看手机 韩亮摇了摇头 怎么什么话题都能扯到女性啊 其实啊 不管男女 现在大多数人为了工作 都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态而奋斗着 有时候想想 这样真的值吗 大宝回队 你是富二代 你当然不用担忧了 我是在想 有什么事情 使得我这样去奋斗呢 韩亮没有继续说下去 像是陷入了沉思 又似乎只是在专心开车 抱歉 这个案子既然破了 我申请从明天开始休年假 陈诗雨突然转过头 神色不再凝重 对我说道 我能休一周 对吧 林涛说道 休假 你这工作几年了 也没见你休假呀 你休假干嘛 陈诗雨没有理会林涛 我点点头 休吧 现在部里边呢 鼓励民警休假 任何合法的休假请求 都是不给驳回的 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大家都似乎习惯了 形影不离 陈诗雨休假的这两天 勘察组里 似乎少了些什么 气氛也冷清了不少 好在指令电话重新响起 让大家恢复了平时的热情 龙攀市西郊隋河区 隋河公园 其实这里是龙攀市 一处风景别致所在 这里本身是城乡结合部 现在已经逐渐被扩张的市区 给吞并 市政规划 先在这里建造了一方公园 然后才有诸多开发商 先后在附近建造小区和商业带 目前 高楼已经如雨后春笋 挺拔处理 只是还没有对外销售 所以几乎没有住民 如果说整个隋河区在龙攀市里是一个闹钟曲径所在 那么隋河公园就在整个隋河区中更像是繁华中的一抹田径了 公园建造衣食知道的人不多 而且距离主城区比较远 所以几乎没有人来休闲度假看风景 没有了人为污染 这里的花是红的 水是绿的 随河横穿公园中心 驱廊流水 平台楼阁 河边柳树摇曳 满眼翠绿 再配上小河刚露尖尖角的景致 再加上夕阳余晖 美不胜收 这完全难以和义桩命案现场结合起来 然而此时 这里已经被警察用警戒带给围了起来 现场除了里外忙碌的警察 就只有几个看热闹的围观群众了 我们的车 一直开到隋河公园河滩边的警戒带 才停下来 我老眼就看到了董局长挺拔的身影 于是来到他的身边 什么情况 义男义女落水了 啊 这种非正常死亡事件 您这么大领导也要亲自过来啊 现在 涉及性质不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坟管副局长都要到场 董局长说道 中国自古是人命大于天 什么领导 这不都是人民给的吗 人呢 女的被120送去医院了 情况不容乐观 男的死了 身份呢 身份刚刚查清 这是一对夫妻 有一个孩子 男的叫史芳 30岁 咱们龙攀一家ID企业的普通员工 女的叫许晶 28岁 龙攀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销售 两人结婚不到两年 有一个女儿不到一岁 辖区派出所调查 这两个人平时没有问题 没有报警出警记录 也没有劣迹 看起来就是一对普通夫妻 那夫妻俩来这里的目的呢 我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野餐塔 应该是他们俩用的 许晶上大学的时候 父母双亡 史芳父母还都健在 都是科技岛的高级工程师 收入不菲 史芳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都在外边做生意 能力都很强 根据史芳的父母描述 史芳从小就特别乖 听父母和哥哥姐姐的话 从来不挑事 他和许晶恋爱 结婚的过程也非常地顺利 没有什么坎坷 小两口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许晶生过孩子以后 史芳偶尔会有情绪不佳的状况 但是父母询问他 他却一直在否认 事发当天 史芳把孩子送到父母家 让父母待一会儿 说自己要和许晶 利用不多的休息时间去野餐 说是史芳今天的心情特别好 我问道 这野餐坛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应该是两个人野餐结束 把坛子卷好背着 但是在落水的时候 落在了岸边 除了坛子和坛子包里边 放的一些没有吃完的零食 其他的没有了 也没有疑点 也就是说 具体他们在那吃的野餐 并不知道 董局长点点头 那发案情况呢 案件是这个样子的 董局长指了指韩法医 韩法医接着介绍 今天下午三点多 两个来随河钓鱼的人 突然听到了有落水声 就沿着河岸寻找 我们也看到了 这条河的两边 都长着茂盛的植被 外侧才是行人的道路 站在路上 难以看到河里的情况 所以他们找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这一段河中央 有类似人形的物体沉浮 两个调游很热心 还没来得及报警呢 就下水间救了人 两人分两次 把史芳和许晶救了上来 先救上来的是许晶 没有意识 后救上来的是史芳 也没意识 他们现场就对两个人 进行了心肺复苏 等到120来了的时候 确定许晶是有心跳呼吸的 但是史芳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大宝说道 这个地方落水 挺少见的吧 就这植被 要不是主动想下水 这恐怕不容易失足吧 林涛问道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是殉情 殉什么情啊 人家殉情 都是两个人 因为各自父母不同意 所以一起死了好吗 这都结婚生死了 出了野餐 幸福小日子 殉情干嘛呀 韩法医说道 说老实话呀 我总觉得不像是相约自杀 网上经常炒作 反绑跳河自杀 疯嘴跳河自杀的事情 就是人跳河自杀之前 有自己背着装有 沉湿石块的包袱 自己捆绑双手双足 自己用交代疯嘴的行为 被人看起来像是他杀 其实多半呢 是自杀 这是自杀者害怕自己 下意识自救 死心已决的表现 网友们不相信 但我们见得多 反倒是这种 没有丝毫多余动作的 不太想自杀 意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我看了看河边 河岸陡峭 没有护栏 甚至没有警示牌 在河岸边有过多动作 不排除 有意外落水的可能性 看来啊 市政还没有把公园整顿好 小心死者家属索赔 林涛沿着水流的方向 向上游寻去 人是在这里救起来的吧 那我逆着水流 去找落水点 我耸了耸肩膀 你还是没说疑点所在啊 寒法一笑了笑 你看 死者呢 是从水里边捞出来的 捞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生命体征 调有不确定 但是在我们看来 死者口鼻 没有殉状泡沫 胸腹部不蓬龙 指甲肩肩 除了身上 拉了不少苍儿死 手指尖 倒是没有泥沙水草 我们光看诗表 还不敢确定 它是不是逆死 你是怕 死后抛尸入水吗 寒法一点头 你的怀疑有道理 那我们就申请 对尸体进行解剖 解剖过后 是不是逆死 那就一目了然 程子燕从远处走了过来 附近没有监控 我去帮林科长吧 好的 你告诉他 不仅要找到落水点 还要找到疑似野餐地点 让侦察部门 对附近水域进行打捞 排除将其他多余物品 抛入水中的可能 哦 对了 死者的轿车 一定是停在附近 一并进行勘查 让侦察部门 做通死者父母的工作 同意解剖 有声小说 法一秦明系列 玩偶 第三案 泰迪凶案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